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分之百不沾鍋的系列 这个叫和风系列的不沾锅 那这是目前国内在所有的进口 日本的品牌里面我们销售的第一名 一年达到20个后柜以上 和风系列的锅子 每一只锅子都是从澳洲盐矿所采集的 所谓盐矿就是第一次处理矿所采集的这个锅子 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 跟我们房间所买的 一般在市面上所买的这种不沾锅完全不一样 它最主要它就是盈矿 那盈矿有一个好处 它的这个我们这个盈矿的钢子非常的纯正 而且它的导热系数膨胀系数 还有它的本身的这个金属的结构都非常的扎实 那另外我们所采用的是渗透式的这种coating的方法 就是表面加工的这种渗透式的 跟一般只是在表面涂层的这种完全不一样 另外这个都有经过安全的检测 这个安全的检测我们有几个国家给我们认证 第一个是日本的安全无毒检测 另外还有国内的安全无毒检测都在这里面 很多人对于百分之百不沾锅都有非常大的余力 余力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毒的问题 我们做两项的非常简单的测试 第一项的测试 各位如果你家里面有选过任何一个品牌的不沾锅 请你做这样的测试 你把火打开把你的火打开 然后将你的锅子放到你的炉灶上面60秒 不用60秒30秒到60度 锅子有宜温有60度以上 然后我们身体对于化学环境最敏感的第一器官 就是我们的鼻子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 如果这样烧热以后 你拿到我们的鼻子上面去闻 如果有臭味或是有腥味 甚至有非常刺鼻的位置 这个味道那不要说买 我送给你我想你都不会要 所以家里面你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安全检测 我们现在做一个测试给各位看 各位可以从这里面可以发现 它的水开始滚 而且它的气流是产生回流的效果 所以所有食物在这个锅子来做起来的时候 它都可以把百分之百的营味能够保留 而且每一颗都是珍珠状的相当的节能 所以这个锅子带回去以后 你可以很放心的来做使用 而且能够把所有的食物能够百分之百的保留 做这样的测试要给各位了解就是锅子在高温的情况下 像锅子不会有味道 可是塑胶带会有味道 因为塑胶带是化学 这个不是化学的东西 好 黏在上面了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如果要让这个起来 它根本不会黏在上面 整个胶黏在上面 这个不会黏在上面 你再怎么做 它不会给你胶黏 所以这可以证明怎么样 它是百分之百不沾的 那这个锅子唯一要跟各位注意的 就是我们只能用竹子的铲子 或者是这种耐高温的铲子 你看一下这个年糕一样 不会跟各位黏在上面 任何的椅在这个锅子里面可以百分之百不沾 我们像这样的一条椅翻过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椅皮非常的标准 锅子不会跟你产生八年的性化 这里面是酱油加糖 家里面如果你有餐精子 像这样的餐精子 卫生子 郊外野餐烤肉也很方便 你这样擦一下 把它擦起来 脏的就在这里 所有再脏再油力 你可以看一下 餐精子擦过的地方非常的干净 没有擦过的 那家里面没有餐精子有水 当然水最自然的 你只要水龙头一打开来 完全不用任何的清洁剂 可以把所有的像家里面 像这么粘的东西可以轻轻松松 我们希望你用棕刷去刷它 才能够把毛细孔刷干净 而且在锅子趁热的时候 还没有冷掉以前来刷 就是锅子我们证明一下它是不烫的 锅子不烫的 我所敢放在这里 把这个油放下去圆冷的 我们煤气炉没有开 现在把蛋打下去 把火开起来 火记得不要开太大 我们这个锅子强调它的传热速度很快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冷沟冷油可以百分之百 完全不要加任意滴油都可以来做 那我们先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用手做表演一下 把它拉起来 各位有看清楚了 它完全不沾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专利的东西 调节器 这里有个调节器 它里面你把它关起来 把调节器关起来 然后把青菜 任何青菜都一样 一次可以炒三斤五斤都没有关系 带水分 没有带水分不行 带一点水分放进去 然后盖起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直接的 看到哪里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可以给看一下 蒸汽有没有 炒出来了 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盐味蔬菜 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只有水株 所以很多人会讲 这是油油 不是 这是蒸汽而已 来 炒出来青菜来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蔬菜 各位我相信你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简单 而且炒出来这么漂亮的蔬菜 那我们祝福各位 只要你用把一把好锅带给全家 健康快乐 这一把好锅带给全家 健康快乐